這家實在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今天要大嫂廚 小楊用兩個字來形容我們的家 張亂差 確實以前我們的家都是一層不染 乾乾淨淨但是自從我當家過後 我們的家張亂差 今天我就給他來一個大大的改造大大的升級 還不去 我們媳婦都笑了 乾脆 這是哪個狗做兩碗活的 母狗活的 母狗沒活 做到別動 我要讓你知道這個家你不動我依然能讓他趕緊整進 別動你別動你別管曖昧 確實我們這個家有好久沒打掃了主要是做家務不是我的強鄉 朋友們我是整你看不下去太張了 別動了你做到 整你的嘛你爹 小楊這兒還有一瓶狗雞啊 晚上我們包個狗雞餃子吃什麼 我不吃 不吃啊你放了 做到 你一天當家沒有當家的樣子 要不然把你全給扯了去 別擋 說些話做到可以的活 看成果 小楊 你實在閒來無事哈 你可以給我唱首歌聽嘛 你不是天天在學唱歌嗎 朋友們說實話哈 你別看這麼大的電視 只是老的在那兒偶爾看哈 老的沒在那邊我們電視基本上都沒開過 我用的洗液淨水 小楊你晚上想吃嗎 晚上熱兩個饅頭 加個雞魚湯 OK 你買的只給你一個人吃 是嗎 你那兩個饅頭啊 你只說你肯定是不想吃 他說你天天這個幹的你要撿回來 在那邊加的哦 真的呀天天都把我割一遍 天天我吃不消 小楊做的一坨嘴髒 不是我個人天天做的你也做的 把這個海底子刷乾淨 不然的話就被你白脫了 我去 你閒眼我去把魚放上去 你的任務就是做耍吃 今天我們在超市買的雞魚 買的饅頭 他晚上要吃真饅頭雞魚湯 馬上給他弄起 他反正只喝湯不吃肉 我今天就把這個雞魚 切成斷成熬湯 稍微來點油 再來點昏油 蔥蟹 來點蔥 米湯熬起再炒個西蘭花 小楊 西蘭花要不要放兩個乾辣椒 不要 蒜你肯定不要嘛是吧 清炒 饅頭蒸起 這魚湯已經香到的濃了 今天這個魚湯很成功 我這個不想吃 我還不餓 一會兒再弄啊 我這個不餓 你先吃我餓了我下個面子吃 你別管我敢不吃 這個饅頭好吃 甜的 你這個湯不是說的 來不來不來不 那我一會兒喝不完的魚湯拿去下面 你想喝嘛你盡心拿喝嘛 肯定喝不完你看 你別管我 這是你要就要去這麼吃的哦 好吃 好 濃嗎?好濃哦 喝兩三碗 最多喝兩碗 我不吃啊 我下麵吃 吃的味道呢? 敢不吃 饅頭冰的飯好吃 你吃吧 我不吃 我下麵吃說的你要飯啊 等我吃完了 吃哦 這個烘烘湯飯其實吃的可以 主要是甜一點 我那可在煮麵條吃嘛 本來湯看到又沒胃口 所以說乾脆不要他看見 這個其實我叫的外賣 這些我不敢讓他看到 因為他一看到這個東西他就沒胃口 男人的快容 小楊吃好了你喊我哈 我點一個甜辣的還是咱去 把他吃了 小楊吃好了你喊我哈 很難吃 你聞不出這個味兒啊 你不懂你吃麵嗎? 你吃什麼嘛 你吃什麼? 辣啊 好香啊 還是打劑 添了味 吃不吃 拜拜 拜拜 把魚醬給我轉回來 好 這個年糕也香的好吃 你曉得我想了好幾種 你經常被我吃好吃 沒有啊好猶豪天天跟你一起吃飯 比我朋友們都說我瘦了 外賣還是沒有在店裡面吃的爽 店裡面可能會更脆一些 無故炸氣 說實話像我這種胃口吃太清淡了不行 吃飽沒有? 以後輪子偷吃 男人的快樂吃炸雞喝泡飽水 八十 你以為你才十七八歲哦 哎呀 看你肥子都像個球一樣 你今天才說我 掃地運動要瘦 身上課打十萬 一會兒又說我肥子像球一樣 到底哪句話是真的 假的? 本來你要瘦了你看你晚上吃這麼多肉 不過這段時間超公公蠻辛苦的 還算有點良心 大家喜歡我們的話 給我們點個關注點個讚 今天視頻就到這兒 拜拜